今年的过年法会很特别哦 首先我们1月30、31号连续两天 会在阳明山莲花宇办普巴金刚的除葬法会 你知道历年来的普巴金刚的除葬法会呢 都是可以说我最开心 就是可以好好的去把一年的业障都消除掉 然后我给大家看我每一次普巴金刚的法会 我拍下来的照片给大家看 这个是普巴金刚去年的 那我都会在普巴金刚谈成前面供养他完了之后呢 会跟他拍一个合照 然后这个是同一年的普巴金刚 那因为有两天 那为什么我们人一定要参加普巴金刚的法会 因为一年下来难免会说错一些话 造一些业 不管是你心理想的还没有成熟 或者是你嘴巴曾经诅咒过人骂过人 或者你嫉妒起了称恨心等等 我们在一年要告别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些障碍全部除掉 因为今年的业障今年除掉 他就会不会留到明年来障碍你 也就是说当你要迈向新的一年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康庄大道 不要让过去的业障来害到我们 过去的业障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要反省 然后要忏悔 当然光是这些是不够的 一定要有普巴金刚的愿力加持 为什么参加这个法会里面 普巴金刚的法这么的厉害 因为普巴金刚他有发过大愿 他说任何人只要念到我的名字 念到我的心咒 只要意念我的功德 事业功德 还有我的愿力 他我就可以帮他消除他的业障 哇 因为普巴金刚他有发过这样的愿力 所以我们去参加这个普巴金刚的法会的时候 他就是一直在帮我们消除业障 然后普巴金刚的咒语也是非常的厉害 普巴金刚我们先消业障 消完了今年我们的正法的正行仪轨 刚刚讲的普巴金刚是前行 那正行在哪里呢 正行今年我们选了西藏的普康寺 第五寺的普康法王亲自帮我们修法 为什么要请普康法王呢 普康法王 因为他是药师佛的化身 那为什么要请药师佛来帮我们修这个法呢 是因为2020的疫情 全世界都非常的紧张 那所以今年的我们的正行法会呢 就在农历的大年初一这一天 我们会在西藏的普康寺 请普康法王帮我们修五姓财神 一定要有财神的加持 我今天带的这个是黄财神 很漂亮对不对 很庄严 一定要有五姓财神的加持 然后呢再加修药师佛的法门 如此啦 才可以大家可以招财尽宝 又可以平安健康 平安健康对我们来讲真的太重要了 不只是自己要平安健康 也希望家里的人都可以平安健康 然后最后的一场法会是在台湾 我们有一个迎福接采的法会 那么迎福接采的法会就会在台北 所以有报名的人如果你方便那一天呢 都可以到台北来参加 我们今年会在那个松烟的一个文化广场里面举行 我们找更舒服的场地 更庄严的场地 就是为了可以跟大家呢更广结善缘 所以今年的第一场蒲巴金刚法会会在阳明山有非常尊贵的蒋康祝古法王为我们组法 那我十年前曾经带了一个团队大概有六十几人到南印度的这个白玉传承的南卓林市拜访过蒋康祝古法王 回想到现在已经十年前的事情了 那蒋康祝古法王呢 对我非常的慈悲 对众生也非常的仁慈 所以呢他也答应了这一次帮我们修蒲巴金刚的法门 真的非常的殊胜 所以今年除了蒲巴金刚的这个法会 有蒋康祝古法王之外 还有蒲康祝的蒲康法王 为我们修财神跟药师佛的法 非常的殊胜难得 我只能说我们能够请到这一些大法王来帮我们修法 不是我一个人的福报 也是你们的福报 我们大家一起合起来的善缘 我们大家一起累积起来的福分 才有办法请到这么尊贵的法王来为我们修法 是不是很开心 是不是很殊胜呢 期待你来报名法会 然后今年很多报名法会的功德组 我也会帮你们点很多的灯 招财灯啊 健康灯 平安灯 那都是一定要的 尤其是家里如果有一个人犯太岁的话 这些灯是一定要点的